这是我看过最头疼的武侠片 男主拳脚尖净显阴柔妩媚 居然用绣花针将白胡子插成了刺猬 这个画面想想都觉得痛 可被白胡子硬生生的逼了出来 白胡子自称白莲教主 铁布山加持随风白柳 外加百步追魂掌 一身骑弓打遍江湖无敌手 男主为了破解随风白柳 拳脚轻柔打算以柔克刚 绣花针当然是为铁布山准备的 那么两人较量谁更厉害呢 电影发生在清朝年间 洪文定与胡亚镖本是少林俗家弟子 白眉道人为非作歹 两人联手使用少林绝学 虎鹤双形打败了白眉道人 众位少林俗家弟子因此被捕入狱 白眉作恶多端罪有应得 迫于压力皇上下旨释放了牢中的俗家弟子 允许重建少林寺 一边洗一边忧 朝廷英权高境中 得知此事怒气冲冲 请出师伯白眉道人出手 为师父白眉报仇 白眉爽快同意 此时众多俗家弟子已被无罪释放 不幸的是 胡亚镖在牢中被人打伤了腿 连走路都困难 还是同伴背着他回来的 在胡亚镖家附近 众人纷纷告辞 不料此别尽是永别 弟子们刚出城没走多久 就遭到了高境中手下的埋伏 众人手无寸铁 被打得措手不及 一番激战 勉强逃脱 另一边 胡亚镖被家人接回家 洪文定也留了下来 正准备吃团圆饭时 高境中的手下杀了过来 双方打成一团 杀手们人多是众 几人逐渐不敌 这时 之前离开的少林俗家弟子们 赶来助阵 一番对战下来 总算是没落下风 不料白莲道人突然赶来 说起白莲道人 他武艺高深莫测 身为教主的他 比师弟白莲要厉害得多 他此次到来 正是为了给师弟白莲报仇 一番较量下来 在场无一人是对手 洪文定与胡亚镖 只得再次联手 打出虎鹤双形 话说鹤拳 讲究的是下盘稳固 可胡亚镖 因腿伤无法施展 面对白莲的强攻 不过几招 两人就被打得节节败退 心知不妙的胡亚镖 拼死缠住白莲 让洪文定带着身怀六甲的妻子先逃 为了保护大哥的血脉 洪文定只得照做 胡亚镖在与白莲纠缠了几个回合之后 倒了下来 洪文定将大嫂护送到郊外 本打算返回驻镇 可四处都是追兵 为了躲避白莲的追杀 两人去镇上 投靠了胡亚镖的二弟阿诚 阿诚老实憨厚 并非江湖中人 凭着精湛的手艺 在一家扎纸店工作 得知哥哥的遭遇 阿诚二话没说 收留了两人 住下来之后 洪文定白天跟阿诚学手艺 晚上苦练 虎鹤双行 因为胡大哥已离世 洪文定找来阿诚 想让他配合自己来练 虎鹤双行 谁知阿诚 毫无天分 百个鹤姿都难 鹤嘴更是犹如死鸭子 没办法 洪文定只得自创单人版虎鹤双行 原来当年他能跟胡大哥配合的无懈可击 是因为他早就熟悉虎拳与鹤拳的招式 就这样 日复一日 三个月之后 洪文定终于练成了单人版虎鹤双行 他决定去找白莲报仇 可刚来到白莲灌钱 就被拦住 洪文定立马施展武艺 小喽啰们不是对手 洪文定很快就闯进大厅 然而却并未见到白莲 而是恶霸高景中 此人阴险毒辣 当初就是他带头截杀少林俗家弟子的 洪文定立马冲了上来 两人打坐一团 面对单人版虎鹤双行 高景中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心知不敌的他召唤出帮手 想着以多胜少 殊不知 洪文定武功超群 就算是围攻 也拿他没办法 眼看几人被打得落花流水 小道童去那堂请来了掌门白莲 他一出场就喝退了众人 紧接着与洪文定单独较量了起来 谁知原本信心十足的洪文定 却连白莲的衣角都没有碰到 只见白莲身形飘逸 随风白柳一般 洪文定定住神 再次使用虎鹤双行 可都被白莲轻松比开 见识到洪文定的单人版虎鹤双行后 白莲便开始主动进攻 谁知仅一招 洪文定就受了伤 自知不敌的他 虚晃一招 一个闪身就逃了 白莲派人跟踪 洪文定岂会不知 利用金蝉脱窖将他们摆脱 当洪文定回来后 小侄子已出生 洪文定告诉大嫂 自己与白莲的武艺相差甚远 大嫂建议她研究破解之法 随后的日子里 洪文定白天扎纸人带孩子 晚上在院子里苦练武艺 然而洪文定始终无法参透 白莲的随风白柳 这晚起风了 大嫂去关窗户 看到对面屋里的纸人有所感悟 便建议洪文定拿一个纸人来练功 洪文定将指人想象成白莲 一击重拳下去 谁知连指人都没有打中 原来指人随着她的拳风后退 洪文定在此尝试 依然没能成功 大嫂建议她以柔克刚 果不起然 大嫂的柔拱对于指人很管用 阿诚连连称赞 三人分析 洪文定的拳风过于刚猛 若是能以柔克刚 那么效果会如何呢 为此洪文定学起了穿针引线绣花 一段时间后刺绣也是有模有样 基本功练好了 洪文定便跟大嫂学习柔拱 以柔克刚先软后硬 学习柔拱说起来简单 然而对于五大三粗的男子汉来说 并不容易 洪文定为了报仇 情习苦练 几个月之后 洪文定终于练成了柔拱 同时还将柔拱的精华 融入到虎鹤双形之中 果不其然 在柔拱的配合下 虎鹤双形拳风小了很多 可威力却不减反增 为了完善这套拳法 洪文定与大嫂比试 然而长嫂如母 洪文定与大嫂较量时 畏守畏尾 阿诚建议她 拿指人来练习 晚上洪文定照做 果然百发百中 瞬间信心大增 隔天一大早 自觉武艺大成的洪文定出发了 他决定去找白莲报仇血恨 阿诚追了过来 告诉洪文定 昨晚的指人重量不对 可在洪文定看来 阿诚就是担心自己 就这样洪文定出发了 想到上次门口的小喽啰 洪文定从侧门潜入内厅 可刚到白莲房间 就有两名剑客杀了过来 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龙拳剑 洪文定凭着利落的身手 应对自如 不过片刻就将两人压制 就连白莲也感到意外 夺剑的那一刻 差点让白莲都坐不住 解决了龙拳剑 就是与白莲单打独斗 所以说这次洪文定大有进步 破解了白莲的随风白柳 然而真正较量起来 却发现白莲浑身上下 尖如磐石 洪文定的拳脚功夫 根本就伤不了他 原来白莲的铁布衫 已是炉火纯青 提到铁布衫 很多人就会想到 他的弱点死穴 一旦击中此处 便可反败为生 洪文定多次试探 就连耳朵头顶 这样的难攻位置也不对 然而就当白莲反击时 仅一招 洪文定就落了下风 白莲还嘲笑他的拳风 与打穴道方式 紧接着 拿洪文定当活靶子 掩饰了一番 最后用百步追魂掌 将洪文定打成重伤 然而并未取他性命 而是放走了他 原来白莲心里明白 普通人若是中了 自己的百步追魂掌 一动不一进 走不出百步 必死无疑 可他千算万算 忘了守在门口的阿诚 看到重伤的洪文定 阿诚二话没说 将他背回了家 紧接着阿诚 又向扎纸店老板求助 不料扎纸店老板 并非普通人 而是精通医术的 针灸高手 他一眼就看出 洪文定中了百步追魂掌 立马施展针灸 为洪文定疗伤 就这样 洪文定死里逃生 隔天 老板送了一本 关于穴道的书籍 给洪文定 想到白莲的铁布山 只有找到死穴 才能破解 洪文定便开始研究 穴道的位置与变化 这天 洪文定突发奇想 若是用绣花针打击穴道 杀伤力会不会更强呢 很快 临近端午节了 按照习俗 白莲会在正午沐浴 话说一般人沐浴后 全身穴道便会打开 洪文定决定 趁这个机会报仇 不料却在半路 遇到高境中 为了节约时间 洪文定一言不发 直接上前较量 此时的洪文定武艺大成 原本高境中就不是对手 这次不过几招 就将他击败 紧接着洪文定 又溜进了白莲罐 出其不意地与白莲交手 然而硬拼硬 洪文定的武功 依然不如白莲 就当白莲得意妄行时 洪文定却用绣花针 刺中了他的穴位 起初白莲有些意外 洪文定抓准时机 不过片刻 竟把白莲扎成了刺猬 谁知白莲丝毫不在意 竟用内力硬生生地将绣花针 逼了出来 原来洪文定并没有找到死穴 紧接着两人较量了起来 眼看洪文定落了下风 同时带来的绣花针也已用完 混乱之中 洪文定竟拔下白莲头上的簪子 将他的两只手串到一起 没想此处正是他的死穴 就这样大反派白莲被超度 电影到此结束 这部《洪文定三破白莲教》 上映于1979年 硬瞧硬码的少许功夫篇 然而里面还有很多搞笑的亮点 有时间的话 可以看看原篇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哦 下期不见不散